欢迎回到美国基因的BOA卫视新闻 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美国纽约 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头号通缉犯 也是前温州市的副市长杨秀珠 违反美国移民法的案件 星期二在纽约的美国移民法庭开审 与此同时还传出了杨秀珠已经申请庇护 我们现在立刻联系美国基因驻纽约记者方斌 来为您报道有关的进展 方斌你好 姨姨你好 是 方便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个美国很多人说 美国本来打算以这个违反移民法 来审理杨秀珠案 然后将他遣返回中国 但是现在如果杨秀珠申请了庇护 这对他的遣返会带来任何影响吗 其实这是一件事情 就是说美国的执法当局将他逮捕 然后把他送上移民法庭 他正是朝着这个 要把他遣返回去的这个方向在努力 但是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这个杨秀珠案实际上是有两个美国政府的部门介入了 一个是国土安全部 也就是逮捕他和控告他的部门 那么另外一个是美国的司法部 也就是现在审理他的这个移民法庭 那么昨天的这个移民法庭开庭 那么杨秀珠呢也这个跟他的律师陪同他呢 也来到了这个移民法庭接受这个审理 那么也就是说代表美国政府的控告他 要把他递解出境的一方和杨秀珠当事人本人以及他的律师 双方呢都在这个移民法庭面前 呃这个呈现自己的这个理由 那么美国代表美国这个政府一方 当然就是说他违反了美国的移民法 应该立即把他遣返出境 那么他作为这个当事人在美国移民法的规定里面 他也有一个呃在面临被这个递解出境的情况下 这个寻求一个解救的途径的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呢这个机会呢就是这个寻求这个庇护 那么昨天的这个开庭呢进行了30分钟 那么相信已经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你刚才提出来说呃会有什么转机 那最后就是看移民法庭的法官 对他提出的这个庇护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是认为他有这个资格还是没有这个资格 那么他的律师呢也就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他争取说来向移民法官表示说 他有这个资格 那么这现在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如果他不提出庇护的话 他应该是被立即遣返出境 是那么方斌我知道你在昨天 也在法庭的现场进行采访 也采访了杨秀珠的这个辩护律师 他是否与你谈到了有关 他是如何与你谈到杨秀珠申请庇护的事情呢 昨天是一个闭门的审理 在昨天之前呢我也找到了这个杨秀珠的这个律师事务所 但是他没有出来见我 他的助手呢说这个他这个案子是高度的敏感 涉及到他没有说涉及庇护 是这个美国移民法庭的工作人员说 这个案子是涉及庇护 那昨天在他的律师一出现在法庭的时候呢 我就上去跟他说 我说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 我希望想跟你了解说 你有没有为这个你的当事人准备这个庇护的这个解救的申请 他说呢 I think so 他说我想是的 那么我想他是间接的这个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呢从法院公布的这个法律文件 也就是在布告栏上面公布出来杨秀珠这个案子 在他的名字旁边呢有两个符号 这一个符号呢说明了他这个案子呢 是一个加快的庇护案 还有一个符号呢 说明了他这个案子是一个唯一的庇护案 宇文 是好的那么方斌我们最后还有30秒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 根据你在现场采访还有过去的一些了解的情况 杨秀珠的这个违反移民法的案子可能会审理多久呢 他现在进入到这个庇护的这样的一个庇护的申请的过程以后呢 这个律师会用这个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他的这个庇护的理由 要找各种各样的证据 那么如果他的庇护被移民法庭的律师否决了 他可以仍然在移民法庭呢提出向移民上诉委员会提出一个上诉 如果他的上诉在移民上诉委员会被否决了 他还有机会呢向美国的联邦巡回法庭提出上诉 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 是 听起来会是一个耗时垄长的一个过程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方斌 在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